今天有一半以上都是老朋友 但是跟新朋友介紹一下 我是Jason 那我之前有八年的時間在建制銀行的系統 那有五年就是去博彩集團做這個線上遊戲的文化 那2016年覺得因為我從2014年就在有個想法想要孵化新創 那直到2016年自己就跳下來去實踐了 那2017年主要聊天機器人的項目被收購之後 因為剛好幫一些投資者他們做快適書跟交易所 所以覺得台灣在區塊鏈技術的交易上面還是落差很大 所以才覺得依然而然跳下來做這個區塊鏈資訊項目的付費 所以也才去年9月的時候就 創了一個BD區塊鏈學院 然後還有這個台北區塊鏈社群 那台北區塊鏈 BD區塊鏈學院主要就是供TB的 做企業內訊跟顧問服務 那偶爾周末會對外給一般人提供一些課程 那區塊鏈社群就是主席的 那之前我們從去年9月開始辦到現在今天已經第18場 那基本上我們都不會介紹一些項目 因為雖然很多項目方一直來問 但是這個社群本來就是 主要是以天技術交流的知識為主 所以呢 其實我們歡迎項目方過來來跟大家交流 做產業交流 但是就不會是主題介紹的方式 那所以這剛剛提到就是我們的原因就是 提供 區塊鏈的社群教育訓練 然後還有顧問服務 然後以及目前呢 我上個月又辦了兩個社群 除了區塊鏈社群外呢 也在這場地也辦了行銷科技的社群 跟敏捷AI的社群 那敏捷AI我們就是強調10座 我們每個每次小區都是10座 那行銷科技呢 就是比較配Modtech的部分 那為什麼會 有辦三個社群呢 因為主要就是 目前主流的 技術 來講 還是ABCP 那像AI blockchain 那Cloud過來就是 已經是普遍化的 那還有Data 那像Data呢 就是 主要是 像我 Modtech主要就是 偏偏Data的這一部分 那同時呢 MySafe也是 ABCP 因為你技術要落地 就是要 有 比較新的思維 才能夠 去把這個技術 去運用做落地 那當然底層就要透過教育 還是 我認為最重要還是要教育來推廣 因為像我從2012年還在 還在國產集團的時候就發現線上 國外的線上教學平台 越來越多 但是相對國內的發展就 就幾乎很緩慢 所以那時候也是推動了學習的信息組織 在包括 我現在做的事情當初在公司任務就有在做 但是基本上在公司內部推還是推不太起來 所以才為了 2016年就不覺得自己出來創業 那我們今天待會兒會提到兩個跨鏈的項目 那其實 會提到這個MySafe也是 因為目前來講大家都還是在找區塊鏈的 落地的應用 那這個當然 我最近的小句每次都會提 也就是說 到底 我們要用區塊鏈來解決什麼事情 因為並不是 每一個東西都要 透過區塊鏈 那你必須還是要去找到他的這個 從Problem Solution Feet 到Solution Marketing 然後一直到最後的 Low Scale 到那個 整個市場上面去 所以這兩個種呢 一個就是 從Problem來看 然後一個是從Business Marble來看 那雖然區塊鏈它本身 最引人興趣的地方就是它的通政經濟 就是 包括 新一代的人 他們覺得說這個通政經濟其實蠻吸引的 那也許這個事情 也許是要透過一個時代才能夠 推得起來 因為 像我創業之後我就發現說其實付費習慣是 Business 一個最重要的點 因為 因為你如果你的local市場就沒有這個付費習慣 你的TA就沒有這個付費習慣 你不可能去賣一個 預算裡面不可能付錢的東西 那所以 這幾年呢就陸陸續續有一些創業的 Mindset 跟Messor 單位組出來 那當你在 又不了解 確切落體在哪裡跟 Visiness Marble在哪裡的時候 就適合用品來審議 我必須要去 假設 你的 某一個TA的 用戶 然後去 利用同語心出發 去 假設 去揣摩 他們有可能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透過這樣的 去找到 有可能 你目前 所關注的這個用戶 他們真的有一個問題需要被解決 然後同時 他們也有可能 因為這個需求 而付錢給你 那經過這個階段之後 那你陸陸續續會 退出一些Portype 然後 拿出去給你的 TA 去做測試 那 同時 去改了好幾個版本 你改了好幾個版本之後 那 也許 陸陸續續就會走進下一個階段 你真的揣摩出一個方向 跟一個族群 是你可以 鎖定的這個 Market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透過 Insta 去更加速的 把你的這個 Tone點跟Visor Model 去做認證 因為在這個階段 你的Visor Model 還不能夠作用 雖然可能 少量的 約一付費 客戶 或是更多時候 我遇到很多 有些心想是 因為你既然可以免費的 那你就會有免費用戶 但是免費用戶 不一定真的會 給你真心的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做Visor 因為 你跟Visor的錢 他也跟我罵 那罵你 就是真的Visor 那反而說 如果你是推免費 Freenium 的方式的話 那 通常 Visor 不一定是 真的是有 觸及到 他們的痛 以待會兒講到的 這個 Cosmos 來講 他們就比較類似 是這樣的方式 那比如說 Cosmos 的 創辦人 他一開始是想要做一個取中心化的教育所 那當他想要做取中心化教育所的時候 他最後發現說 那他必須要先解決共識這個問題 所以 他其實也是一個類似 一個Design 那他自己有提 那他自己有提他其實是 就是Following Startup的方式 所以他大概做了 到今年應該有四五年 才要出頭 把這個Cosmos上線 那你Startup之後呢 因為你這個時候 已經大概有一些 比較頂釘的方向 但是呢 在 不管是 使用者體驗或是 一些流程的用法上面 必須要更 精準的 而且更快速的 能夠去 符合 User 的需求 那因為在這個階段呢 通常當你的 功能越大 討論越大之後 就會發現 你的出版本的速度就變慢 所以呢 前幾年Google VC 他們就有提一個 利用五天 的時間 來針對 某一些 通點或是流程 或是 Future 來更 把 Keyman 找過來 然後利用這五天 很快速的 就把一些 Key Point 抓出來 去做改版 然後推出去 那當然現在有更 有更進階的方向 三天 五天 那當然到最後呢 就到了一個 包大Marketing的街坊 到了這個階段 因為你已經認證的商業模式 那後面就是大家就來操 就像比特幣 出來之後 大家只 只要去 比特幣改一改 就變成山寨幣 然後以太坊出來了 你是改一改 就變成現在 你把公司改一改 就 變得 輸入更快 就可以變成 其他的 在那邊 所以這個時候呢 當你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你就要通過更 更 通過 Fagile 或是Squam 讓你的工程團 對 因為這時候你的工程團 就會更大 然後你設計的 也會更多 那你這樣溝通成本 或是整個的 流程來講的 最後你的版本 也會賣下來 因為通常這個時候 當一個明確的需求 跟明確的商量模式的時候 大家都是等 有人來告訴 我們要做什麼 通常在大公司 就是這樣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現在 Ajian會流行 就是這個 好 那接下來進到我們 今天的主題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就是說 從我們區塊鏈一點 Bitcoin 它的架構 大概類似就是這個樣子 從 下面有 數據跟儲存 然後中間有 P2P的網路 然後 因為區塊鏈就是要有共識 然後上面會有應用層 那到了區塊鏈2.0 以太坊 它其實也是可以 通過類似的分類 它一樣是有 底層的儲存 然後有網路 P2P網路 然後一樣有共識層 然後只是它比 比特幣又退出了 因為它的應用費 直接透過智能合約 來做開發 然後使得 就變成 ICO 熱潮 大家都可以發 都可以做效率 那同時呢 除了供應 現在的 11元以外呢 那 720 萌燃 Hyperledger 其實它也可以 類似的分層的方式 它一樣是 有 數據儲存 只是它的 儲存的 Database 有更多 比如說它除了 Default Level DB 以外 它還可以選用 CouchDB 那同時呢 它一樣有 P2P網路層跟共識層 只是它的共識 相對簡單 因為它不需要 因為它不是共鑾 它不需要所有的景點 都來 敲定這個區塊 那它一樣有資源合約 所以 基本上 Ethereum 跟 Hyperledger 都算是 區塊的2.0 那所以 根據剛剛的 我們從區塊鏈1.5跟2.5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大概是 歸納出 大概 這三個層 也就是 從 下到上 從下就是網路層 那網路層當然也包括它的數據組織 跟通訊協議 然後呢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 區塊鏈最重要的是 我要怎麼達成 區塊的共識 那就是共識層的部分 那其實現在大部分 區塊鏈差異就是 在共識層 在共識層 那再來就是 最上層要做運用的地方 那這邊呢 運用層就是指 實際要去做 業務委層的地方 那 大概 我們歸納了一下 目前既有的 區塊鏈跟 一些 把它 簡化的一些 層次的說明 就進入 今天要講的兩個 一個項目 第一個就是 COSMOS 那COSMOS 他的口號是什麼 Internet of blockchain 那他 他的雄心就是說 我想要讓 貫鏈項鍊 所以他要做一個 區塊鏈的 Internet 我要把所有的 區塊鏈都連起來 這就是他的目標 那 他怎麼去做這個事情 那第一個 他就 去設計的一個 針對我們 剛剛所規劃的 歸納出來的 這個簡化的部分 他把 Networking 跟Consensis 就可以透過 他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他為了要去做 區分通話教育所 所以他開發 一個項目叫 Tandermin Tandermin呢 基本上目前有越來越多項目在用 那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做共識的Library 可以這樣把它形成他 也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想要 不管你要做什麼項目 那你先 如果你不想要從 0到 有 自己去寫共識的幾字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拿他的Tandermin 來用 那同時 COSMOS在這個基礎上面 就在把應用層的設計 架進 那他的應用層呢 就是 透過一個 ABCI 也就是 一個 Interface 來跟他的Tandermin 做溝通 的這樣一個 協議的設計 那 就是讓 其他的人 就只要去專注在做 這個 Potation 然後用 ABCI 這個Interface 來跟Tandermin 做溝通 好 好 那 根據他的這個白皮書的裡面的設計呢 那他為了要去推廣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第一個他們就要先把這個搜出來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 COSMOS SDK COSMOS SDK 那COSMOS SDK 就是可以讓你很方便的 模組化的方式去開發你的應用 那同時 他 基本上就具備了 你可以透過 他Default的ABCI 去跟他的Tandermin 核心 去做溝通 所以等於說 大家只要Focus在上面用他的SDK 就可以做 一條列出了 那 那這是更細膚的 他的COSMOS SDK 就是把 區塊鏈可能會採用的一些模組 功能 幫你把它設計 那你 其實用他的SDK 就像基木一樣 就把它組裝起來 就可以做一個 區塊鏈的項目 那這個就是他的 一個 功能模組 核心就是他 COSMOS的 這個 核心的部分 那他就是要把 區塊鏈 把它做 模組化 然後 那模組化可以做什麼事情 基本上你可以用他的COSMOS SDK 自己做一條列 然後你可以去設計 你的治理模型是什麼 然後你的抑壓機制 然後你的獎勵跟手續費要怎麼設計 這個你都可以自己去客製化 那當然他為了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為了更重要的是 他要做跨鏈的功能 也就是所謂的IBS 因為他的COSMOS SDK 如果你用他的COSMOS SDK 去開發區塊鏈的話 那你未來就可以連到他的COSMOS Hub上面去 然後連上去之後你就自動可以跟其他已經連進來的做溝通 等於說你不用自己再去 寫 跨鏈機制或是測鏈機制等等 那他怎麼樣做到這個事情 因為就很像 我們現在Internet是TCPIP TCPIP就是一個通訊鞋 所以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到說 他的目標就是要做 所以他也是從協定層開始去做設計 那他就設計了他的IBC 這個Protocol 那這個Protocol基本上在他的TenemyCore裡面就會 有提供 所以你只要用他的TenemyCore去開發的區塊鏈 那未來都可以無縫的接到他們的COSMOS Hub裡面去 那什麼是COSMOS Hub 其實COSMOS Hub就是 COSMOS他要做的一個區塊鏈 但是這個區塊鏈是為了要把所有的鏈接進來 要把所有的鏈接進來 因為你接進來之後 等於說各個鏈就可以互相的去做溝通 但是他們現在 根據白皮書裡面的內容 他們也是做 COSMOS Hub也是3月的時候才剛上線 然後有很多功能也都還沒有出來 不過因為根據他們的COSMOS SDK 如果你現在就去Stardy 基本上你就可以做一條鏈 那未來可以接到他們的 等他們的COSMOS Hub 已經上線之後就可以無縫的接進去 但是至於如果 你經濟有的鏈怎麼辦 比如說像Ethereum Ethereum它不可能為了你去改 所以這個時候你必須要做一個轉接器 那轉接器一樣你要透過它的COSMOS SDK去做 然後自己去始作跟Ethereum溝通的部分 那這樣你透過了你又做了一個 這個叫做他們叫做Pegroom 也就是 Pegroom的意思 就是說我要做轉接橋接工 那它負責的就是 要去定設COSMOS上面的東西 然後透過IBC再接到COSMOS Hub 裡面去 那 對COSMOS來講呢 它並沒有 強迫你 用了它的COSMOS SDK 就要接到他們的Hub 你接到他們的Hub 他們自己 上線的Hub 等於是他們自己維護的一個 鏈上治理的機制 然後呢 有關 大家可以放輕鬆一點 就是前面有啤酒 大家自己享用 剛剛講到Cosmos Hub 是他們自己未來會上線做的事情 那其實你如果用他的Cosmos SDK 你可以做一個SoloChain 就是跟他接也可以 就是他的 SDK 只是幫你做好一個模組化 可以讓你很方便的去做一條鏈出來 那你也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區塊鏈跟他接 但是你用Cosmos SDK 就是留了一個機制 你未來你想要跟他接的時候就可以跟他接上去 那或是說現在其實也有其他項目方 用他的東西 自己再去做另外一個Hub 自己做另外一個Hub 很像大陸有一個叫做Iris 就是用Cosmos Hub 他們去做自己的Hub 只是他們要接的區塊鏈 就可能不是要接Serium 因為剛剛講到這個PackZone接Serium 還是要有人去做 那當然Cosmos Hub 他們會先做 他們自己會先做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假設你的EOS 還是其他區塊鏈 要跟他接的話 那等於就是還要有人去做 既有區塊鏈跟他的PackZone 這樣子才能夠接進來 那或是說你也可以自己 起一個項目就是要做Hub 自己來維護 因為Hub其實就是一個自理的單位 你就必須要架結點 然後來維護這些ROM跟ROM之間的這個通訊 那剛剛可能沒有提到 不過最後會再提到的就是說 Cosmos目前要做的只是 還是先Focus在通證 就是Token上面的交換 他不做其他的通訊的交換 未來可能會做 但是他們主要目前Focus就是說 我今天可以從 把Iris一個從UTH 直接換到Hub2的另外一個ROM 他們要做的是這個事情 好 那 接下來就要講Pokot 那我會建議大家其實回去就是兩個一起看 因為當初我也是一開始先看一個人 可是先看一個真的你很難懂 到底他到底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但是你一旦兩個一起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原來他們想要做的是這個事情 那Pokot他們也有課他們要做的是下一代的Internet Foundation 就是說他不只是要做把區塊鏈引起 他還要做新的Internet 就是他們的主要 那講到Pokot就要講到這一位 這個之前我也不認識他 因為 從我研究區塊鏈開始 一開始 Ethereum是指導Visa Vitalic 但是這一位 大家不認識 不認識我 認識我 我沒有去研究Pokot技術 他叫Cavin Wood 其實以示愿是他做出來的 如果Vitalic 我們說他是CEO的話 他是以示愿的CEO 他其實是以示愿的CEO 他是第一個 他是發表 以示愿技術毛題書 也就是說 Vitalic他發表了白語書 白語書只是提供一個願景 跟想要解決Pokot技術 但是呢 實際提供架構 技術架構 跟 推行的 就是Vitalic Wood 那 他在2017年 就離開了ECEO 然後另外再去 做其他新的項目 那比如說 Solidity的一面 也是他先做出來 然後他後來去做了Parrity的錢包 也是他出來創辦的 做的 那我也是最近 因為看Pokot 所以才認識他 那他在去年的 web3的summit web3其實就是 他主導的一個 web3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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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web3summit 包括網站都是 網頁伺服器都是 去中心化 web3summit 目標是這個樣子 就是所有的通訊型 都是去中心化 你今天不需要一個中心化的 服務器 你才能夠去 run你的系統 所以呢 他在去年 他在去年 年底的一個 web3summit 上面就 demo了這個 substrate 這待會我們會仔細講 他用15分鐘就做建立表演 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那個YouTube 那這是他YouTube裡面的一張slide 那他就是比如說 Pokedo呢其實也是一個 新一代 新一代 Internet的 Motocall 那他就像是 你的電腦的 這個 網卡 Etherment 這個網卡 那substrate 就是在這個 這個電腦裡面的 應用的軟體 那他怎麼樣做到15分鐘就可以進入表演 其實他 就跟Cosmos類似 只是說呢 他提供的架構又更坦性 怎麼說呢 今天呢 你底層你可以直接 只要去符合他的spec 你也可以自己從無到有開發 那你符合他的spec 未來當然也是為了要建立他的這個Pokedo的這個面work裡面去 但是越往下走 他提供了這個所謂的Pokedo Core substrate Core 還有substrate SRML 這些就是一層一層 從最底層的網路層 公司層 然後還有業務層的模組 讓你可以自由的去做組裝 那 他15分鐘用的就是 最像substrate node 所謂substrate node 就是說他其實大部分 都幫你弄好了 就像一個type 一樣 你只要進去改改設定 讓你15分鐘 就起了一條 blockchain 這有點類似什麼 像 我在 剛去做研發線上遊戲的時候 當然我們一開始第一個遊戲 就是才能夠寫出來 等你寫了之後 今天我要開發100萬遊戲 那 你一定會有一些遊戲類型之類似的 那時候我們就要做架構上面的調整 怎麼調整 就是把可以共用的reused 東西把它模組化 那模組化之後 比如說今天我帶新的開發新的遊戲 它可以直接就 補上那些模組 它只寫 跟這個遊戲 與弱集相關的 測試碼就可以 那它就可以開發出這個遊戲 那甚至到最後 也是一樣類似的 設計就是 我就是一個tember 那你只要透過configuration的方式 通通把它湊箱化成參數管 那你就可以 做一個旋律遊戲出來 其實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所以它 並沒有限制你要用哪一種方式 越往下走 你的彈性自由度越高 因為你就不用用它的公司 甚至連公司的消防 都可以自己寫 那越往上走 就是你的彈性沒有那麼高 但是如果今天你做的業務內容 其實就是 存業務內容不用管 理成了這些放話 共識 然後還有這個staking 還有這些 獎勵承綁機制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用它的solution 那所以它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架構 來簡化區塊鏈的開發 那你會發現其實它跟cosmos 裡面上面類似 那差別只是說 當然它們做的這個網路層 跟公司層用的技術不一樣 像它們 Pocodot 用的網路層 P2P 的網路層 叫做Live P2P 那Live P2P 那Live P2P 也是我有興趣的另外一個項目 它們做的 就是IPFS Filecoin 它們頂層的P2P網路層 就是Live P2P 那跟Tenemy一樣 其實目前也有越來越多的項目 就直接用Live P2P來做 那同時呢 在它的架構裡面 它上面就提供了這個 公司的演算法 然後來做這個 你區塊的打包跟這個 確認性的一些功能 那最上面呢 其實就是應用 就是應用程 應用程 它一樣 它就是 它一樣有一個SDK 它就是把這些模組 就先幫你做好 那你可以直接用 那或是你自己幹 或是自己抽塊 都可以 那所以它Substrate的 應用開發框架 就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區別是它是用更新的語言 我們寫的叫Russ Russ是一個可新的語言 可是呢 它號稱是相對解決跟安全 因為對我們做系統來講 其實 你開款來講 你常常會被害 那你的程式開發 需要很小心 這些事情 不是難道應該從架構 架構上面 就要去 去改善吧 這就很像以前 我們專案都會有架構室 那架構室並不是說 像早期不是說 畫畫漂亮的UML 就可以 而是說 你要真的你可以提出一個框架 然後讓開發領域 它可以follow你這個框架 就可以把整個狀態做出來 那它不用去擔心太多 非業務邏輯的部分 比如說像安全 行等等這些 所以 以Poco的 他們的裡面來講 也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越少去管 接觸下面的東西 那你 所需要擔心的事情 就用 那剛剛我們有看到 說你就是 除了Node 是你最不彈性 但是你可以最快速 透過它的Templing 改一些參數 就可以起一個 blockchain 以外 它的下一個 就是它把 它的這些Module都是Module 那你如果不用它的Node Templing 那你也可以自由的去組裝它的Module 那你這個區塊鏈 要用到哪些功能 你就把它放進來 補教牌 那你也可以 建立自己的一個區塊鏈的 那裡面包括了像 你的這個 Account 跟這個 Balance 這個功能 還有 包括你的這個 Contract 那甚至還有這個Stating Stating 因為未來的區塊鏈 都是走PoS 走PoS 不會再是 回去走 Po當年 浪費 電話資源的老路 那它跟Cosmos有什麼不一樣 或是說它跟其他的有什麼不一樣 的點就在於說 它的應用 是可以 熱插把 熱 deploy 什麼叫熱 deploy 今天 像我們安裝一個手機 如果今天你必須 它出新版的 你就要再去下載一次 那這個就是 跟Ethereum 他們一樣 你今天要申請 你必須要每一個況報 每一個節點 每一個都同意 申請到最新版本 然後而且要超過 50%以上 那你這個 才能夠申請成功 但是 以PoCADO來講 它就是提供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今天是可以 安全的去 申請你的應用 的智能合約 那它是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就好像 其實現在手機的做法 也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當你開啟了這個手機 那如果你的這個手機應用 它是有所謂的 hard deploy hard upgrade 功能的話 它會先去 server 問說 我現在手機的版本 跟最新的版本 是不是一致 是不是一致 那如果 如果是 那它直接就 不用再下載 它直接 執行 你目前手機上面的版本 但是如果 不一致呢 那不一致 那它就只能夠去 店上 跑鏈上的那幾個版本 所以也就是說 今天就不會有 某些節點或 client或 礦工它不申請的問題 因為今天只要 火鏈上 決定要申請 那 這個client進來 他就一定是會 申請後 這個是他 崭新的一個概念 也不是說崭新 因為手機 手機現在其實就這樣做 但是這個會是變成是 目前大家最公平的就是說 雖然code is low 但是法律也是可以修改 法律並不是說 你共同之後就不能改 那也就是它透過了上面 就類似Cosmos 提供了Cosmos SDK 那Pokado 它也提供了substrate 那都是為了要 你只要透過substrate 開發等 未來都可以接到它的 中心的區塊鏈 就只有 Pokado叫做relation 終極鏈 那這個中心鏈做什麼事情 這個中心鏈一樣 就是幫你負責去溝通 假設我A鏈到B鏈 他們要去溝通一件事情 不管是轉換Token 或是說我A鏈要去呼叫B鏈上面 一個應用字 那它都可以透過relation做 所以它想要做的事 就是不只是Poken的轉換而已 它還要做的是 就很像我們現在 我們一個應用會 去同時呼叫好幾個Web service 你可能你的Storage 你是用Amazon的S3 然後呢 可能你的Long In 你想要去用Facebook的 或是Google的Single Sign-I 自動動 那你等於你就是要去呼叫不同的 一段的Service 來做到你的應用 所以它想要做的事情 是針對下一代的Internet 那區塊鏈 你不一定要什麼事情都做 你可以 你的區塊鏈也可以只做 專注做一件事情 那最後呢 大家就是串接 比如說我這個區塊鏈 我就是專心做去中心化的 身份認證 那當今天其他的區塊鏈 所以想要做類似Facebook Login 還是Google Login的時候 他就可以來呼叫我的Service 那 就可以 保障隱私的去登錄到 他的服務裡面去 所以他的目標是要做這個事情 那同樣的 可是你今天既有的網路怎麼辦 那他一樣 其實一樣也是 必須要透過他的Substrate 這個模組 然後又去開發一條鏈 那這叫做Bridge Chain 他跟Cosmos其實都類似 Cosmos叫TagZone 那 PocoGuo 我們叫做Bridge Chain 但是他們其實都是一樣的意思 只要是要去接接 不可能去更新 使用他們的SDK 4Module的 那就不需要透過這 這樣的方式去接接 那當然你不用擔心 這個CUM和PTC 他們一定是會最先做的 他們自己下落他們 一定會先做這個事情 那只是其他的鏈就是要 就是要有人再去做 那至於剛剛Cosmos 的這個 Zone 就是等同於他的這個 Pero Chain 等同於他的這個Pero Chain Pero Chain 那接進來 大家都可以互相交訊 那跟Cosmos一樣呢 你不一定要去接他們的 這個Pero Chain 比如說你今天可以做一個Solo 就是 我只是想要透過Sounds Chain 可以15分鐘很快速的 就盡力的去快樂出來 那當然你就可以 不用去跟他接近 但是你只要用了他的 Sounds Chain 你就有保留的這個 坦性未來可以接進去 未來可以接進去 所以呢 以他的定義來講 就會有這三種類型 就是平行鏈 Pero Chain Pero Chain 就是已經接到了他們 Pero Chain的 中心的這個HUB的 這個 其他的區塊鏈 那同時呢 也會有Solo Chain 加Pero Chain 所謂的Solo Chain 就是你今天可能 連他的Sounds Chain 都沒有用 像PC 或是BTC 或是其他的 既有的區塊鏈 那這時候你就要再接一個 Pero Chain 來做 來做互通 做互通 那 除了剛剛講到的 它可以熱插法跟熱更新 它的應用的 智能合約以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 跟Cosmos不一樣的點 就是 Cosmos呢 它不管你 去塊鏈的安全性 也就是說呢 它不管你的 你要用什麼控制 反正就是 你自己 維護你自己的控制 跟安全性 但是呢 Pero Chain 它的想法不一樣 它想法就很像是 中央軍隊 你接進來 你就受到我的保護 受到我的共識的保護 所以今天 假設你是一個小的鏈 你沒有很足夠的節點 可以來保障你的 節點 就是這個區塊鏈的安全化 你其實接進去了 你就受到它的保護 那這對於小的應用鏈 會有幫助 那當然 對於大的 我就已經是 比較大的 像BI BI 我就是已經 是一個很重的 我可以堅持你的 因為我 我不一定要受你保護 可以保護我自己 所以BI用了 Cosmos SDK 去做了 他們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也是之前 才剛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問說 Cosmos 有沒有新的應用 其實就是BI 目前最有 好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到了 Cosmos 跟Proctone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們的裡面都是類似 只是當然一些 如果跟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大小有差 但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就是相同的方向 比如說 在走邊這邊 就是我們傳統的開發模式 就是現在的Web2.0 走Internet 然後走WebService 走這個WebServer 然後呢 透過一些Protocall 跟你去開發你的應用框架 比如說PHP EUV PIDO 或是JSQRIDENOTE JS等等 那你去開發你的應用 那至於 Cosmos 或Pocatone 當然他們就是希望說 類似這樣的架構 你只要專心利用這些應用 區塊鏈的應用框架 你專心去開發你的區塊鏈想要解決的問題跟應用就好了 那其他的就是他們來幫助 那這樣可以大量的簡化 那這樣可以大量的簡化 大家都還在去塊鏈各國 大家要理會 誰是最大的 未來最偉大的功能 這些事情 那這邊呢 有一張表 比較了一下Cosmos跟Pocatone 也就是說呢 那 Cosmos的開發放假就叫做 Cosmos SDK 然後Pocatone 叫做 Substrate 那 他們的跨鏈協議呢 Cosmos叫做 ITC 那Pocatone 他就是跟他同名 叫Pocatone 這個跨鏈協議 那共識機制 他們都是用PoS 用PoS 可是啊 Cosmos的PoS跟Pocatone的 PoS是不一樣的 怎麼說呢 Cosmos的PoS呢 他是 叫做 VPoS 也就是說呢 你必須要買他的ATEM 然後直壓到他的Cosmos Hub 裡面去 然後呢 他的出塊跟敲定 是同時的 是同時的 可是這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然也許他們未來會覺得 但是這個就是 當你去比較的時候 會發現是說 可是今天假設 因為 區塊鏈A 你並不保護區塊鏈A的安全性 那今天假設區塊鏈A被攻破了 有惡意的這個 節點出來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下去保障 確保鏈A跟鏈B之間的通訊是OK的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那當然他一樣會有懲罰的機制 可是呢 他的問題就會在於說 今天假設海底電藍掛 然後呢 你某一區的節點數 又不夠三分之二有三個掛 他的Cosmos Hub 是會下限的 是會下限的 這是主要的一個區域 那至於PoCADO呢 他的PoS不一樣 他的PoS不一樣 他的PoS呢 採所謂的混合共識 他用兩種共識的算法 一個去做打包區塊鏈的算法 那他打包區塊鏈快 他的算法是快 但是呢 你最後呢 要確認這個區塊鏈是有效的 是用另外一個預算法 那他這個可以避免什麼事情呢 也就是說 今天假設有遇到剛剛講的海底電藍斷線 然後你節點數不夠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可以打包區塊 可是他並不一定是最終有效 那他必須要等到後面 如果真的是有足夠的驗證人 確認這些區塊是有效的 才會真的是變成是寫到區塊鏈上面去 那這是他有趣的 像Henry對於PoS的宣傳就可以多多研究 因為他想要解決的事情就是說 他可以讓應用又更 更擴充更大的應用 那至於COSMOS 他3月10號已經發布了 只是他不是完整功能的 他只有部分功能 也就是我記得 他們最近才要 他們的ATEM的挖鈴還不能夠做轉帳 好像還不能夠做 他們的下一個階段要做 他們的ATEM的挖鈴可以做轉帳 所以就是說 他們的COSMOS Hub的 Implement 其實是還要有一段時間的 但是他的SDK 基本上是可以用的 那至於PoCdor 預計是Q3 預計是Q3 他們也是目前差不多走到PoC4 根據他們排比數的一些方向 走到PoC4 但是其實如果你去了解 Gavenwood的話 你會發現說 這個是不簡單的一個 就是他的技術的使作能力 可能會比COSMOS的團隊還要高 所以也有人說 他就是因為 理事院就是因為Gavenwood走了 所以目前開發還想變慢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開發原部 COSMOS是用Q3 那PoCdor就是用最新的Rox 那至於SDK開發的理由 如果你今天想要用它來開發自己的 這個應用鏈的話 那COSMOS暫時就是只有Go 那PoCdor可以用Rust 那最近他們可能應該 未來短時間內也會出JavaScript 在路上 那至於RPC 那至於RPC 基本上現在大家都是區塊路 是用走JSRPC 那至於說 可不可以鏈跟鏈做溝通 他們兩個都支持 但是呢 是不是已經始作了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他們的COSMOS Hub 跟PoCdor的Relation 還沒有上線 還在開發中 所以這邊 講的就是 其實 未來會支持 但是因為還沒有上線 就當然目前還沒有這件事情 那至於COSMOS可以支援的 鏈的數量就沒有限制 那為什麼沒有限制呢 因為它不保護你的區塊鏈 所以你的區塊鏈的公司 你的這些機制都是鏈自己決定 所以它不需要再經過COSMOS Hub 去做比較多的驗證 但是以PoCdor來講 因為它等於是 它要透過一個重量的機制來保護 所以有人形容說 PoCdor就很像北約 就是 北約組織呢 它就是有軍隊 有國來保護 這些北約的國家 那至於說COSMOS 就是 既有的國家制 就是國家自己保護自己 跟它沒有關係 OK 那最後呢我們大概在 跟 以太法2.0 來比較一下 以太法2.0 就是 Serenity Serenity 那其實 以太法2.0 它就是想要解決大家一直在 購併的交易 這個TPS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以太法每秒交易 可以一直能夠實際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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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未來它希望透過分片的這個技術 或是還有策略 目前已經有在做的像 Loop Network這些 Plasma 這些技術 來提升它的交易 的次數 但是 Serenity 還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付出比較高的 GestView 你就可以確保你的交易 比較先被執行 那這個也是一個被執行分點 因為這樣有點不公平 那至於 那至於 Serenity 它當然還是用現在的EVM的 這個 Serenity的方式 那Pocot 就是剛剛我們有提到 用Ross來形式的 Costbox 是用Go 那至於新的方面 Pocot 它的 這個 中心的Relay Chain 這個Hub 就可以 達到 上千的TPS 那至於你平行鏈 PeroA Chain 因為PeroA Chain的共識基礎 只是你自己可以確定的 那當然就是 PeroA Chain自己決定 那Costmos 它的Hub 跟它的Loan 都可以 達到我順千的TPS 那至於互通性 所謂互通性就是說 我練跟練 要怎麼做溝通的 這些事情 那在以太坊來講的話 當然 就是為我獨尊 那就是 你頂多是 以智能合約能夠Call 另外一個智能合約 但是呢 沒辦法做到 跨量的 互通 但是Pocot 它本來就是 要做這些事情 你可以透過 Relay Chain 跟其他的 平行鏈 就是PeroA Chain 做溝通 不管是Token 還是 你的其他的 應用的互通 然後呢 你可以透過 Bridge Chain 跟既有的 去跨量去做溝通 那Cosmos呢 他的ロad 也就是Pocot 的運行鏈的概念 他一樣可以透過 Cosmos的Hub 去互轉Token 然後透過Pegロad 另外再做一條鏈 來跟 比如說一太坊 來互轉Token 那自己部署方式來講呢 Serenity 就是當然 你就可以自己 因為它是工面網 直接上去 Depoint 這個 花錢 Depoint 但是Pocot 如果你要接到 Relay Chain 你就要買DOT 你要買DOT 那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看一下 他現在多少錢 然後呢 你就是要直壓 可是我看起來 他 他好像不一樣 就是說Pocot跟Cosmos 他們的直壓 都是真的直壓 也就是說 你 你不是只是一個 權力資格 而是你真的押上去 就鎖住了 你是不能夠動 而且呢 當你 當你要退出的時候 他還要幾個月之後 才能夠翻譯 因為他必須要確保 在這中間 你是不是有做了壞事情 然後跑掉 因為他們都是有懲罰計程 所以呢 Pocot跟Cosmos 他們都是只要 他們自己的Poken 然後去接到 他們的這個中心 這個Relay Chain 或是Cosmos 那至於安全性來講呢 Singility 當然就是 你就是在 以太坊上面 統一保障安全 也就是所謂它的 構思機制 來處理 那至於Pocot 你只要接到 Relay Chain 那就是有Relay Chain 所有的這些 一些驗證者 他其實有幾種角色 我們今天不會提 因為 他的治理機制 其實還是有點複雜 但是你接進去 你就可以共享安全 就是有一個中央的軍隊 保護你 那如果你是Singility 你是不是不接進去 那當然就只有自己保護自己 你要有足夠的經典 來允許Singility 那Cosmos 那Cosmos 他的動作就是 剛剛有講到 不愧他自己 自己 管好你自己的安全性 那至於申請方面 現在呢 Singility 智能合約 補一上去 就不能夠申請 這個 你都目前要 你必須要再 補一個新的智能合約 那這個其實 對企業來講 也是對一般 我們現在 目前熟悉的 開發方式 也都是 有點 有點尷尬 那因為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才會 才能有問題 包括Pocot 當初第一次 那個 那個 木款的時候 就是 他們有一個 菜鳥工程師 不小心就把 當初木的 都鎖 鎖進去 到現在還拿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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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Pocot 他強調的就是 你可以安全的熱身體 熱身體 那Cosmos 你就一樣 你自己的練 讓你自己 決定你要做 去做升級 好的 所以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那個 請享用披薩 請說 那個剛才一二三 你要一下這個 這兩個 就是 你太坊跟另外兩個 他們是在架構創作部一樣 所以 他的 他的這個 這個分配 我的意思是 以太坊還可以去 用哈佛的方式嗎 以太坊 他不是 哈佛的方式 他的分配就是說 我把交易 切 然後 這些交易把 丟給這一群分配的 直接去處理 然後 這邊交易 他這個就是分配處理 那分配處理就會快 因為 他就變成是 並息 對不對 可是 以這樣的方式來講 你分配出去會有問題 如果你分配出去的 這一群 有惡意節點比較多的時候 那 他是不是就相對有危險 對不對 因為 畢竟以太坊 或是 以太坊 他們號稱安全性就是 因為他的公司機師就是 就是很重 因為你就是要超過 怕的算 就是這四十幾 而當你分分分 然後分給不同人的時候 那 你的保護性就 這樣 那你剛好遇到一群 這一個分別都是惡意節點 那當然他們也有 一切處理方式 這就是 很複雜 他們這樣做法就很複雜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他們現在很像很在那裡 很像很在那裡 所以 他的分辨方式 是這個樣子 那有另外一種就是 剛剛講到 策略 Plasma Plasma 的方式 就是現在已經有一些 這幾個 有一些團隊都已經在做了 就是說 比如說 你的 我的交易 比如說 以太幣 轉進來之後 其實我就是 在我自己的那裡去做處理的 那處理完 最後頂多是 一個 再回去 以太坊 這樣子而已 那這樣當然就是 等於是 叫做 鏈上跟鏈下 不同的處理方式 那 但是當然 這樣子的話 就會變成是說 那你要信任 那一個策略 那到底這個策略 他的 他的公司機制 像 Root Network 就是做遊戲的那個 Root Network 他們也是走 類似EOS TPOS的樣子 是嗎 有一句錯話 對 可是剛剛講到說 EOS 或是這種TPOS 他就是 有超級節點 超級節點 就是由 21個 裝甲做裝 那這樣也是有所謂的 不夠去重心化的 好 那至於Pokego 跟Cosmos 就是剛剛講的 他們 Cosmos 因為可以 因為不管你用的安全 所以他的公司機制 就有一個 我 打包交易 跟 確認這個區塊 因為他們會有不同的角色 做這個事情 有的人負責打包區塊 有的 認證者的角色 去負責認證 那他是同時即時產生的 所以他也是快 所以才會講說 他為什麼可以快到 數前 但是Pokego 他不一樣 剛剛講到說 Cosmos 他會斷裂 今天假設你的 驗證節點 不夠的時候 還是海禮 斷掉的時候 你的驗證節點 沒有超過三分之二 那就是你這個區塊 但是Pokego 他為了避免這種狀況 他做混合构式 他的有所谓的collector去做打包区块 他打包完区块还要送给验证者 就要给data去验证这个区块的效型 那所以呢他打包的验证法比较快 那所以他们叫做出快慢 然后验证敲定慢 但是因为他们敲定了点算法是可以一次就敲定很多区块 所以他还是追得上出快的速度 只是他透过这样去避免你的区块链可能就没有办法 一直keep online 但是也是因为他们在公司上面 就不需要像所谓的以太坊这样子 一定要所有的节点来参与的话 那他相对就更快 其实你会看到目前包括台湾 最近才出问题的那一家 那他也就是把公司里面算法改改 他看来就会变快了 对啊 那只是说最终还是要看到底安不安全 而且pogodo他以为有趣的地方 他的验证者是水机会流血 他透过这样来避免说有一些就是固定做装的验证者 他会来做的事情 所以回答一下 他的概念上有点类似 但是他实际的设计架构是不一样的 大家是不是可以一边吃饭 披萨你不要了 一边吃一边问 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今天也没有讲很technical 那边有那个 集完 看到吗 有一点 谢谢观看